西游记第97回 金仇外户遭魔毒 生险幽魂救本源 话说师徒四人在华光行园休息一晚 就收拾行囊再次上路 这走了还没二十里地 就看见一伙贼人正蹲在路边分赃呢 这伙贼人看到了唐僧 就拿起大砍刀 想要继续他们的抢劫事业 不过这些贼人 终究是一些战斗力威武的渣渣 怎么可能是齐天大圣的对手 孙悟空直接用了个定身法 将所有贼人全部定住 紧接着孙悟空就检查了一下 毛贼们的赃款 这一查不得了 这些赃款全都是寇红家的财宝 而在孙悟空的逼问之下 这些贼人战战兢兢地说 就在昨天晚上 他们不但杀了寇红 还洗劫了他们家的财宝 如今逃到这里 就是在分赃 孙悟空本想打死这几个毛贼 可是转念一想 之前就因为打死毛贼 结果惹得师父生气 还驱逐了自己 这一次啊 我就放他们一条生路 然后带着财宝回到寇红家中 来一个不归远逐吧 可是孙悟空刚刚放走了贼人 官兵们却跑了过来 还把唐僧四人五花大绑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寇红的妻子 竟然来到官府诬陷唐僧 说昨天来抢劫的 其实就是唐僧四人 还说的有模有样 什么唐僧点火把 猪八戒拿刀 杀僧负责搬走财宝 而打死寇红的就是那孙悟空 现在官兵们看了看唐僧 又看了看唐僧身边的藏物 哎 这真是人赃俱货啊 让唐僧真是跳进黄河 也洗不清了 没办法 他们只能被押送回了地灵县 等待官员的审判 面对这样的情况 孙悟空是急也急不得 总不能一棍子 把这些官兵全都打死吧 当天夜里 孙悟空就变成了一只小飞虫 飞到寇红的棺材里 对着寇红的妻子说 你这个骗人的家伙 陷害无故 早就惊动了阎王爷 如果明天你不去关老爷那里 解除共状的话 咱们全家都会在一个月内死光光 这番话 吓得全家是磕头祷告 我们明天肯定去 肯定去 老爷 你千万别叫阎王爷过来呀 第二天早晨 孙悟空又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脚 哐当踩到县衙之中 吓唬官员说 你们愿望四位得到高僧 早已惊动天庭 现在玉帝特地让浪荡游神 也就是阿恩 下凡来警告你 如果今天不放了这四个人 我就一脚把你们县城都踩扁 这官员也是怕得要命 跪在地上不断的磕头 这个这个 君子动口可不动脚啊 我们一定会秉公执法 搞定了寇家 又搞定了官员 唐僧四人自然就是无罪释放了 而这一次 孙悟空是好人做到底 他刚被放了出来 就直接飞到了阴曹地府 让阎王爷给寇红添加了十二年的阳寿 让他起死回生 搞定了这些 孙悟空就和唐僧一起 前往大雷音寺了 其实地灵线的遭遇 是唐僧取经路上第七十九个摩纳 有一种说法认为 地灵线的遭遇 其实写的是吴承恩本身 因为他晚年在长兴县做县城 居然莫名其妙地 卷入了一起贪污案件 虽然最后真相大白 吴承恩被无罪释放 但是郁闷的他 还是选择在西游记中 好好吐槽了一下那些 不分是非的纯人 你看这神魔小说 其实也是来源于生活的 即将开始的下一回 唐僧四人就来到了大雷音寺 那这三藏真经 到底有没有取到手呢 咱们下回分解 那么再让我们作强 建造冚才 他们 梯